歡迎再次回到新聞現場 臺灣各大產業都有人力荒的問題 而其中在餐飲業的缺工比例 居然高達三成 這讓各大餐飲業業者集團 紛紛要留人是祭出了加薪手段 有的半年之內加薪兩次之多 甚至有的業者擔心 看到還得要繼續花錢砸錢 最高幅度甚至加薪來到百分之十 獨門醬料醃製香氣獨特的炸雞 不只抓住饕客的胃 更要留住員工的心 香激光集團宣布 9月份起包括激光香香機等旗下品牌 第一線加薪百分之三 管理階層最高百分之八 已經任職十三年的店長 聽到消息非常開心 最高可以領到五至六萬七萬都不等 因為我們有業績獎金 老闆就對待我們就跟家人一樣 對 算是一個幸福企業吧 瞄準餐飲業下半年還有未來景氣 調薪之外也要持續展店 釋出上百名職缺招募 加薪不落人後的還有三雙餐飲 特殊果粉跟醃料 炸雞外皮酥脆 肉質鮮嫩 炸雞控就按拿玻璃披薩的炸雞筒 所屬集團三雙餐飲 同樣要幫員工加薪 照顧員工加薪真的是必備的福利之一 三商餐飲年初才調薪3%到5% 七月再來一波 網品集團三月九月都會調薪 旗下國務品牌主廚一年加薪一萬 平均月薪上看九萬還有門店分紅 鼎泰豐五月份加薪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 葬壽司七月調薪的幅度最高百分之十一點七 餐飲大缺工 業者祭出加薪方案留員工 一方面也要積極搶人財 目前整個餐飲業缺工的一個比例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科技業跟製造業也來跟這個餐飲業搶財的情況下 這個餐飲業這邊的這個薪資狀況呢 待遇呢或許某某程度上 還是比不上這個科技業跟製造業 要跟員工共融共好 加薪肯定是其中一招 能不能奏效後續值的觀察 記者臨時導黃石芬特報道 謝謝